9月21号天吐台风登陆台湾 强风暴雨的影响下 让这条家风地区连接台九线的主要干道 东38线发生多处坡地摊坊 陆基严重坍塌 以至于这条道路处于封闭状态 民众长期无法通行 抱怨连连 本来向代表会接获民众书院特别前往勘察 是因为天吐台风 山坡地塌下来的原因 到目前都还没有清理 因为前面还有一段 已经塌下来了 所以说相公所为了行车的一个安全 所以说暂时性还没有打通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代表会总执行的时候 我们邀请我们的一个客长 跟我们纪事 跟我们副主席 跟廖代表 我们一同来会看 看这种情景怎么样 能够让说让我们的一个居民 能够比较安全比较顺利的时候 可以暂时性的一个通行 这处道路长达1.4公里的封闭路段 多处落实路面堆积大量土方 连人走在上面都相当的困难 更别说车辆能够通行 都塌下来的时候 刚刚我们看的那一段 现在是另外一段 另外一段 整个树都塌下来 天都台湾过后这么久了 现在的土方也应该是稳定的 大概可以开放给民众一般通行 在大车方面上 其实公所跟我们也有顾虑 但是希望说不要再长期封锁这段道路 因为它也是主要居民向外 向台湾县联络的道路之一 台风过后近两个月 这处道路无法抢通 民众骂声连连 让边南乡多位代表伤透脑筋 与消防所建设客人员协商解决之道 东38线到嘉峰道业的产业道路 落差约8米 不是啦 我们围起来的话也是这样啊 小货车可以过 这就是农民 我这里相信起蒙多车 你不要绕那么远 游览过呀 他的司机要去负责任 能不能过才判断 所以我们在前面只要给他说 做警告标志 前面路去摊他 游览车不要走 小货车可以通过 那么把土都围起来 这边垫起来 你脚后车可以过就可以嘛 你机车可以过嘛 你让乡亲方便嘛 你绕那么大的路 游家又要涨三毛了呢 整个线道一封闭 这样所造成的不变 我们对当地 尤其是山里这边的 嘉峰山里这边的 部落的农户 工作部 造成差不多不变 我们感到非常抱歉 那经由 机会代表的反应 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勘察 演艺是不是说 可以做适当的调整 放宽 通行 所信在公所与代表会的讨论之下 决议在一周内 先将三边排水沟利用土石 填平20公尺的路面拖宽工程 再将坍塌区域围起来 让机车及小行车能够暂时通行 以解决民众长期出入这个地区 还必须绕一大段路的窘境 东台新闻张家伟变成报导